我觉得千决这把不错呀 嗯 果然 千决这把对方一套爆发进来 其实千决大招可以完美的counter掉 那也是选择了千决 作为最后一手counter位的打野 双方阵容已经确定了 这号阵容感觉对于两位来说都能接受吧 RW依然是贯彻了他们最喜欢的那一套 就把后期的这个砝码交给AD去承担 然后中期打野是配合的中单 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中野 有力光披风估计也是为了承担一下 能往回拉吧 因为这把可能要被千决放风筝的 马上进入到双方阵局上 对于RW来说很关键 如果落败的话呢 就要告别本次的比赛了 现在已经是一只脚在悬崖边上了 但总感觉IG这一套吧 还是他们玩的一套比较熟的阵 还有30秒到达战场 那咱们这一把都是想要把球交给这个后期的金克斯 可令是有这个能力的 就要担心能不能过渡到那个时间点 首先看前期RW上中野打的怎么样 因为他们这个上中野在前中期的时候 绝对是抢势 尤其是第一手峡谷前锋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不能出错 就置换出了这首鳄鱼 第二条效果 这什么 不假加雪 不假四红 直接出门 那好像我打RUNK 打那种打不过的 AD物理英雄的时候这么出 这样线上续航能力确实很强 但是 真的用得到这么多红吗 不一定哦 这一手扫描没有扫到这个眼 这边要往对方野区去了 对方有没有警觉啊 IG 应该 点了个眼呢 看到A轩轩要往后走一下 回头A 但是这个位置 霞是消耗的霞 这边威武斯在拦住这个辛勒拉 就一直A 就左右两边都在打 在这边科普什要技继续A 过来再给一个E技能 加个平A 就想先杀辛勒拉辛勒拉 闪现过来 吃了一口治疗 想跑 进化解一下 对方的 这个减燃 但自己被留住了 这个斧头的减速没有办法跑掉 而且逼的薰这边E技学了一个Q 就牵着E技学Q的话 那打也刷一刷就很慢了 现在没有人帮开 而且霞一直叫做双招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 你看到奥拉夫的时候 直接B站就好了 E技的霞洛 虽然伤害蛮高的 但是毕竟是一个学Q的霞 对穿透的 就两个人技能没有配合到一起去 这样牵着一级的时候有点弱 这很难受呀 薰 他也比对方慢 而Q要单人开 还觉得是个Q 这没有这个W技能的回血 其实很难受 打野怪很伤 这S扣克感觉蛮善良了 没有全部杀光 嗯 他还留了个挖在这边 但他要准备直接去刷自己蓝区 那第一轮刷野至少就算两组 想三吧 我猜的 因为这样直接去野区刷的话 对方想过来换 会不会发现 一组直接来蓝吗 风险好大 不过上中现在是有点小限权的 但这波其实对方红buff打蓝buff啊 而且还手长 说实话好像爱斯柯柯不是很好打 所以已经在靠了这波得拼成 你们都有成绩 先A人 抢下来 没拼到 但是奥拉不可以闪现的 抢了一口蛤蟆回了下雪 感觉还是要死 当个鱼这边这些闪现咬 兄弟们也交了一个闪 那这样半斤半斤 看中午新的拉的位置在赶吗 但是来不及 印记还刷到了上半区 千年现在成绩还没有好 坏了 很难受啊 你好像走不掉了 那你这个位置给一个落雷 我打了一套 最后一下平安没烧死 这边再给一个球 新拉换掉一个人头 双方一换一 这波感觉有机会 微谷斯现在还是有闪现的 直接恐惧到了新的拉 蚂鱼应该救不了自己的队友了 熊在追 这个位置茶草 后来 人都想换换掉了 红度的鳄鱼完了 这波征服者被叠满了 我回去还是换掉 蚂蚂被推到 应该消死了 我变成 Holy 啊 你还没进 啊 这么上次会打的风生水起 看 但是AW最后是赚的 并十七打了 一千多的经济出来 还是这一波 熊进去反已经没有逞到 很可惜吧 再加上斯诺拉也是比威古斯要先到 威古斯他逼了一波补的装备再过来的 这样 就是这个点 虽然拿到一层印记吧 但是自己的发育 非常非常的差 而且主要有能力跟 他自己前面不公分的 这样就是鳄鱼回过头来 装备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 如果还好 先觉得如果能拿到前面的印记 我觉得他 能小接受一下吧 又不然的话这波人死光了 印记还没了 那感觉就雪崩了 但他大飞这一波 这么平静的 一只雪在这边等着 然后之后 直接陪有斯诺拉反打 你知道对方草丛里面没视野吗 对不起啊 我们没视野的话 是可以在这边蹲的 加尔威古斯技能会练好长 不然他满条 直接依法恐惧星达拉肯定就要被换掉了 是没办法 这也是维古斯 这个英雄前冲击的烈士吗 然后又进来反立足三郎 再反一足蛤蟆 现在这个鹿鹿就保驾护航 把轩挺很难受啊 我没什么也可以刷了 上半区刷一下自己的 F6 只能先发育 而且最近只有下山下河线 要直接控去啊 奥拉夫 前中期RW对线打了2000的经济优势 进野区 那你这波昆昆如也 现在的了 该我了 所以开始控小龙又来到拉拉 比较熟悉的节奏了对 小龙控下来对吧 下面去就可以多发育发育了 想上路越波塔 等我等 等兵线进来 熊上有6其实是有机会的 现在卡屁屁了 鳄鱼还没有上6 但是熊上的感觉有一点早啊 我还是杀掉了 拿了一通印记 不错还可以 但是没打断 我熊上的等级比鳄鱼要高一点 熊上先推线了 而且上波鳄鱼过来支援 应该也是放了点兵线的 嗯 而且经验差 这也不做一波线的事情 因为熊熊是先来的 鳄鱼是后来的 这样上面去让薰找回个人头 经验和等级稍微提了一提 但是补刀上面还是落后 对于阿拉伯来说 虽然对线第一条领线 但是现在还是要得稳住 特别是阿拉伯这个点 补刀是领线了 但是得找了一下东方先学的位置 肯定可以慢慢控制 马上峡谷先锋就要刷新了 下半区 露露得帮金克斯稍微推推线啊 直接过去的话 下路线全然是握不住的 不太一个人推的很小心翼啊 露露得赶紧回来了 毕竟落还有闪还有抬 一个人推不了 应该被抬起来的话 没有可能 小五旋风刷新了 对我小五旋风 阿拉伯已经直接落位了 有一个睁眼已经在打了 上半区 红红游先前 这把补刀 你像抬头啊 放中路上升这波 现在这波对方跳窗过来了 两边穿子都来了 而且右边比较有 就是霞北六单落一天到的六 对 辅助有大招的话 感觉这波团 反正左边还是要掂量一下的 因为路有大招 看哪里的作用很大 对 那千诀这里也上六了 那感觉他补发育能力还蛮强的 是 反正上路杀了一波人嘛 在中路开始纠结住 但还好下路两边都是平线的 谁也不亏 咱能不能吃个六级 也差一点点 还差一个兵 那 这个这波这个位置肯定是要打 哎 因为大招大到的是奥拉夫 奥拉夫有新闻黄昏的 回头要反坎了 但是这个位置被这边卡住了 闪现过来 现在被淋到了 现在位置很差 路上闪现过来没有获助 想先上奥拉夫 最后一下没点出来 这个三环 到了很多闪现 最后没有杀掉 但现在已经倒了 感觉这一波 2w应该接不了 而且奥拉夫也是没有闪的 这下我根本要直接打了 哇这好难受啊 这 一边新拉那个位置太差了 对队友分解了 而这个是一开始过来的位置也是 好 现在是进进来要硬换 拿了很多的伤害 道哥没拉住 那小琼谁的 惩戒 好像是奥拉夫的 没有是对方的 但这波特就推到 熊松 这边吃到了火箭炮 那抢不到呀 这也走不了了 这跑在小琼 就抢上来了 这是拿不到 其实也很难受 那最终拖到了 鳄鱼赶来 然后新拉拉 提鱼回到正面 感觉潘大C虽然对线的时候 一直在被压 但他团战打的是真的好 嗯 两拨小团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这波 鳄鱼进人群当中游泳 吃了一套伤害出来 把AOE也打足了 主要是延缓了对方 想打霞鲜丰的节奏 主要他进场还咬到了人 嗯 这样的话 其实这波霞鲜丰 IG也并不转 这位者金克斯是怎么被打的闪 放了眼 这波霞鲜丰 他错了吧 我感觉是不是就SN到了 因为正常来讲就没有任何不能过来 他不可能交这个闪现的 下路这波没闪就伏笔了 直接被击杀 但是他的闪现应该是在F 是啊 他我感觉他是不是看对方第一天插这个假眼了 觉得可能阁墙会被股市大过来 预判了一个闪 我只能这么理解了 那太预判了 听说 因为还有露露在 哎 阴妖抢 但这边有露露在 露露必先给大招 先杀一个千诀 要撤了 龙鱼拿到了 给大招 威武斯想等自己被动 能点满吗 过去恐惧没出来 只能先打伤害 想找露露 但这个位置非常危险 靠了一个点燃 对方交TP了 侧边阿拉夫想切自己的后排 让阿拉夫一个人打两个 不知道打不打得过 看侧边威武斯在跑 熊熊就TP多下来了 这边找的对方鳄鱼 威武斯应该是要死了 但是鳄鱼这边也被熊熊打跑了 侧边再一个QT 拿到一个双杀的小月季 威武斯看起来有点猛 不能继续再打了 这波先打个二换二吧 这一波团战是上下分隔开了 两边各打各的 我没办法这边 威武斯也是想的方方法 就是要把对方的中路给赶走 尽可能的给自己双人组 出去的空间 因为这道鳄鱼 这个点有点处理不掉 奥拉夫也很肉 因为眼下蹲想出来钓个鱼 但是鳄鱼没有上当 没钓到鳄鱼 啥边打还有 钓 знаете 好在是龙拿到了 卡视野 clean 出来 想去 一起踩到 太不小心了 山上没人 你这边权带出去的时候 在草里不确定有人的时候 他只有走过去了 虽然他是一直在贴着 边边走也是有很警觉那 毕竟你第一时间陆伦没有这台空间可以做保护 从远下来想抢 想接下来想回 苏格拉最多超过3次 是有全空 但好在 苏格拉夫很猛 很烦啊 差点这个被动衣跌不好 他如果跌好的话 经常一套爆发加电情 感觉苏格拉可以杀了 那可怜只能去表准路路 阿拉夫跟你们方一起玩了很久 天飞鱼 我们可以交出来到够拉住 直接完成了对金克斯的击杀 凯旋这边还吃到这个大招 竟然被恐惧到路路也走不掉了 阿拉夫这边想追吗 有个斧头打出一个守护者 但是侧边开大招追皇要硬追 但是对方毕竟是个狭乱 而且还吃到对方又不是大招 再等一下被动 红了红了进来 但是晕不住晕住了 有了那感觉这个位置想换也换不掉 他都会有点伤害 他都会有点伤害 还道工没勾到 之后是他正常刷到这个人头 这个第三段大没中啊 要是中的话 新疯感觉也要死了 现在这里还有大招 哎哇你过来吃了一下 但大没开出来好难受啊 其实这个大没交 感觉是不是挡不住了 他主要确实有点快 这边没有视野地上 可能感觉不到的 嗯 但是哎眼下回程了 闪现过来想约 但一的法术 是法距离太晚了 要一个大招 这波直接打 圣经的大 而且圣经可能还是要死 威伍斯这边也不好走了 金克斯的拿对头吗 只有露露一个人在对圣经 神的直接反打 我没打过 但是作为一个一换一 但侧边威伍斯没了 这波西风感觉反应真的很快 直接把对面全全勾引到了 是的 这主要闪现 威伍斯那个位置闪现出来 你用Q是最好控制的 用E的话确实 是把时间太久了 别人说E确实满 我一开始想的是可能是要 让洛基因闪W 但是他没有闪 或者七五层方台 但是和那个位置调法红的 像可以吃个塔 冰雪塔让金克斯拿到 那一天两波阵亡 金克斯虽然伤 但是经济还是有补足的 这RW现在要得一点金克斯发育的时间啊 还得发育一下 但是这两波打着打着 其实刀也追上来了 人头也没拉多少 这边卡一下鳄鱼的位置 要不然打一号 抬起来挂点燃 要误刹鳄鱼交大招 闪现想咬住 但对方直接交闪 但是这个位置可以交出来 接触到一个鳄鱼 那金克斯在赶 结果好像全部都要被围剿了 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呀 为了来杀一个鳄鱼 所有人挤在这个狭小的口子里 这边又一直接拉满了 金克斯起飞了呀 而且他们还少一个中单 这中单甚至 他是在准备看情况踢劈 看了一眼 发现根本踢不了 确实有点着急啊 在这个位置想硬杀一个鳄鱼 也不是说他有没有大招 要扛多久了 但是你这个位置虽然杀掉了 你想撤退也很困难啊 这千鱼大招和cd还没好啊 这锅感觉直接掉了个大节奏 交了千鱼的闪现 什么的闪现 那 而且左边放开连接金的 石油藤莲了 这两波 收的头好开心啊 要两波塔钱啊 都让他吃到了 我要换一波小龙 这个 诗法育很好 这开轲里把他上路 交下五成功 要推下上路二塔 就签出一个人也守不了啊 来就叫村庆哥过来 你就跟鳄鱼过不去了 龟森了没a出来 打了两下自己的瓶 现在都是对方的视野 控制都给上了 那伤害差一点 而且也好大 而露露又给上大招了 这个是跟斯德拉的 aoe 直接拉满 而这个小小的爱左兴克拉 就发挥太完美了 所以说只能 大招过墙过时间 这样现在 新的拉加金克斯很肥 埃及这个阵容就不好说了 就只能看维古斯发挥了 这后排其实有一步在你很难做的到 季风也有了 埃古斯在待线 鱷鱼在 这方 不抗冰线 但是他还是会不会斧骑冰线的 但是 哦 陆路加金克斯已经开始射起来了 大招不飘消 这个火箭炮没有能压住位置 但是把对方狭打回家了 看金克斯会少无敌 加个陆路现在无压力输出呀 追着你就是A 中路这个塔有没有机会逼一下 感觉应该你别拆掉了 应该拆掉了 没有人可以守线了 这火箭刚刚也是在加的状态 直接撤了三多一塔都已经拔掉了 现在RW就开始慢慢运营就好了 嗯 领先了四千五百块钱了 但是吧 主要不能掉以轻心的是 IG里边有两天扫龙 他们大可前面两条完全不跟你接 我再补十分钟发育看看 对 早急嘛 也有וח变 跟星特斯我的装备 再多作一件 我觉得这把都可以奔走五星 因为狗虫没想到那么重 illustrated 我先拉着把也飞 趠了拉着把完全可以意 保着于这阶段自己打 Q17 两个双 C互相站位就可以了 互保 那现在怎么出装吧 装备卡住了哇 直接一个女杨בה太 HU 我先保证自己安全吧 反正这把也是可以保的金克斯就哪也没问题 就谁敢突出金克斯 我会不会就一个QE 他可以满肥直接有血手 人靠在手 如果于这个位置 排个眼也还好 他可以满肥 这把侠的这个装备是不太能打奥拉夫的 得看这个 清洁去打 侠就给团队补一手拒手之牙就可以了 嗯 这个真眼被逮住了 这真眼之前没排掉 他怎么打大了哦 感觉到了 交TP了 因为TP来中间留人 这波可能还是想开 因为他们打的更不快 这波也交替 IG这波也要接 要接团 我已经在斩透气了 闪线咬住 先咬后排 但是想要自己开出来了 但是第一阵血量很低了 在这波也是 老哥 但这波回头反打 大哥拉的很不错 也躲掉了 对方现在拉一波all in的 原来新鲜伤害 回头要反打 能秒掉吗 结果是被秒了 终结人同拿到 那二段大招再进 等一下这杯动 但有点脚尾伏斯没血量了 应该不太敢进了 他现在没有被动 这波之前绝对大招真的要 老关键了 对 牵着这么大招把人都救住了 全救住 而且霞跟霞配合也很好 霞的倒锅一直念到 出局的大招结束之后 才到调整一个好的地区拉 又一直打满 而且万万没想到 到最后维吾斯这个大招还没放 对当时也没什么环境 需要他放大招 嗯 到最后收割的局面的时候 再拿大招来去秒准 这波今天是阵亡 一个终结人才给了大招的关键 这小龙主要是守下来了 那三条净台龙了 我虚 后续的追击上面也很难打 其实上面 雅琴姐也是 拉满 哦 新的拉第一波的爆发被规避掉了 很难受 这波直接大结构 虽然经济差现在没有很高 但是 打了很多回来 这结构上面 二大队掉了一大截 还要打大龙吗 感觉阿大队现在好着急啊 其实可以不用 强行打这大龙的呀 有没有 我只想接团吧 天气现在还有优势 但是今次还没有复迹不进啊 魏虎斯又是进来 又是要秒 金克斯给路的一个大招 但魏虎斯这个位置 直接把退方配合着打野 先秒掉了 金克斯 那金克斯结束之后 这个大龙埃及要接盘了呀 这阿达的好奇啊 好奇嘛 天天没有大招 路只给一个羊 这两拨大龙把自己打没了 装备权起来了 三杀的 感觉就等金克斯装备就好了 他们的判断就是签决还没有大招 这波感觉有机会打 而且确实感觉他们有机会打 而且确实感觉他们有机会打 因为前面刚就同学老师刚聊完说 你可以等两条小龙 你就等一两条小龙 让这个金克斯装备的发育发育 我主要你不知道威伍站位 而且他又大到了金克斯 是最机命的 大到这边进来一套欧应变形伤害 接泳装 金克斯跑都没法跑 最强战力一倒 而这星泽拉第二届 对威伍兹闪上去导致路卡斯被龙喷死了 没办法 有中击是死的 这波还是有点冰陷的 但是 在临死之前 签军还是把这个门给存在 主要是直律上面霞还在 好 这样 前中击领先的这个优势荡然无存 夹的装备直接反超了 而且有巨蛇之牙之后 这奥拉夫跟鳄鱼两个开始脱脱 对 露露的盾也没那么好用了呀 嗯 杀马路来了 大招要不要给 看一下画点给大 路路给了个大招 熊熊这个位置很危险熊熊要死了 哦熊还没大 那很难受啊 然后大龙buff 那这波可以打吗 微博斯瞄准到了一个路 不敢进这个位置最快有防御塔 没必要 错了有大龙buff没必要这么激进 到费力波推荐时间啊 现在可以拿一层硬 一层一层了 打比他四层就够了 现在五层 这五层都有 很关键啊 现在主要是 金克斯现在装备落后于对方 ad 了 而 这个无尽应该是有 但是下一波 这无尽的伤害是没想象中这么高 对方装备也起来了 我感觉这个女妖 确实也没问题吧 因为你要打微博斯嘛 这个女妖能挡一波技能 挡一波大要进场 但是出女妖的这个拉伤害 肯定会差一点 霞不知不觉来到了经纪榜的第一 我还记得在刚当时 金克斯两剑加一个暴风大剑的时候 霞这边只有可怜白白两剑 而且魔术还没有叠出来 对 打了一波团之后就直接 三剑 六百五的强剑 对 其实是两个大龙神 看这个土龙魂怎么说 还肯定是要接的 但这个爱口的位置被站住 视野完全没法进去 我现在点着奥拉夫伤害好高 我想找机会 但现在霞的伤害已经起来 一个QE直接半血 打住QE的消耗 后面不是 对 如果是 你们就不可能 他就不可能 全部发现 但这个 有个大龙神 起来 我看 他一双 一双 五个 一双 一双 人 就可以提前恭喜IG了 正面只剩下露露加奥拉夫 两个人传就守不了了 这方机器没下场 放谁17秒有没有机会 这边省得先杀人 奥拉夫这个位置也倒了 下这边别跟闪现 回不去了 没有办法 恭喜IG 成功挺进败者组的下一轮 恭喜 也是很遗憾的要告别RW了 完整了本次在NESP淘汰赛阶段的比赛